明朝乡村故事 平常还以打柴卖柴为生 费时费力又辛苦 却挣不了几个钱 因此日子过得很拮据 有一年冬天 萧青山去县里给一个老主顾送柴 他赶着驴车 运了满满一车的柴盒 天不亮就出发 到了老主顾家门口 天也刚蒙蒙亮 老主顾收了柴 却不肯爱原先说定的价钱给他 反说萧青山送来的柴有些潮湿 品相不好 要扣下二十文 萧青山一听就急了 求那主顾道 张老爷 我这车柴也卖不了几个钱 你再抹去二十文 我就没什么赚头了 这柴都是小人从山里打下来的 都是选得好的 又晒了好几天 并没有沾水 顶多是来的路上沾了些路水 不妨是 我保证 好烧得很 那张主顾却说道 你说好 我却看着有些潮 让你少二十文你不肯 不如这样 你先把柴给我堆到我家柴房里去 我若是用了几天 果然好烧 再给钱你 你看如何 萧青山连忙堆起笑说道 不瞒张老爷 我家丫头病了 就等我卖了柴给他请代夫去 您大发慈悲 还是按原先定的价钱给了我的好 张主顾听了这话 却板起脸 冷笑一声 既然如此 你还把柴拉回去好了 我以后再不用你送柴来了 萧青山一听慌了 张主顾不买他的柴 这么远的路赶到县里 他岂不是白来一趟 白来一趟也就算了 但他女儿等着钱看病 这个事却不能延误 因此只好低声下气 准备就让了二十文 将柴卖给张主顾 正要妥协 旁边的大宅院却开了门 只见一个老者走了出来 身穿宝蓝色家愁之多 坟底造靴 花白的胡子 一脸慈祥 老者和善地嘲笑青山招招手 说道 小哥 你来 我看看你的柴 萧青山听了 连忙赶着驢车来到老者家门前 旁边的张主顾倒没有说反对的话 反而端起笑跟老者打了个招呼 原来这老者姓林 人称林元外 林元外也跟张主顾寒暄了两句 那张主顾才不情不愿地回屋去了 林元外看了看萧青山的柴盒 点头说道 不错 都是好柴 我买了 说着 掏出了二辆银子 递给萧青山 萧青山看到是二辆银子 吓得不敢接 连忙说 林元外 我这一车柴 才卖一百多文 你给我二辆 我可找不开 林元外笑道 拿着吧 我刚听说你家里孩子病了 你把这钱拿去 给孩子看病要紧 萧青山听了这话 连忙朝林元外拜了拜 又说道 不敢瞒这元外 我家丫头想来也不是什么要紧的病 这卖柴的钱拿回去 给他请个大夫进购了 不敢多拿 林元外听了这话 却仍将二辆银子置进他怀里 说道 小哥 你是个实诚人 既然如此 以后我家的柴就由你来送了 这钱就当是先知给你 等超过了二辆银子的柴钱 咱们再算账 萧青山 见林元外 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心里十分感动 只好将银子收了下来 对着林元外 谢了又谢 才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 赶紧让家里人去请了大夫 原先以为女儿的病不要紧 没想到郎中一诊断 却是个险症 一百多文哪里治得好 最后前前后后抓药 就花了一两多银子 这才将女儿的病完全治好了 萧青山心里一阵庆幸 对他妻子前世说道 幸亏林元外给了我二两银子 不然我只拿了一百多文钱 回来请郎中 哪里能看得起病 再要出去借钱 这年头 哪里有人肯把一两多银子 借给咱们 要真是那样 咱们家丫头的病就要耽误了 前世听了也念佛不已 说道 真是多亏了林元外 林元外对咱们闺女有恩 以后你送她家的柴 要细气挑选 尽量把好柴送给她 不能有一丝懈怠 该做十文一弹的 你卖她八文一弹 不能卖贵了她 萧青山点头 这个不消你说 林元外救了咱们丫头 这笔什么都值钱 我以后就是一文钱不要她的 免费给她送柴也值得 于是往林家送了 有二辆银子的柴后 她也不点破 仍旧免费往林家送柴 后来被林元外察觉了 喊她来 问道 你来我家送柴 少说也有十多次了 你之前说一车柴是一百多文 那么十几次也早已经超过了二辆 怎么不来只银子 萧青山就把女儿的事情说了 又感谢了一番林元外 林元外感叹 见过很多占便宜不嫌多的 像你这般实诚又知恩图报的 真是不多见啊 心里欣赏她 后来府里有些需要去别处才买的 就把活计交给萧青山 因为这个缘故 萧青山也攒下一笔钱来 回去和妻子商量 有了本钱 不如寻个别的营生 毕竟卖柴是又辛苦 又赚不到什么钱的 商量来商量去 因为钱是做饭的手艺好 最后夫妻俩在码头上 支起了一个摊子 早晚卖些馒头和简单的饭菜 因为他家做的吃食味道好 量又足 几文钱可以少一大碗 所以码头上的工人 都愿意到他这里来吃 虽然本小力薄 但是薄利多销 长期经营下去 利润也很可观 这之后 萧青山虽然有了自己的营生 不再卖柴了 但是林家的柴 他还是心里惦记着 会抽空上山卡的送去 以报答林园外对他的关照 再说这林园外 有数十万贯的家资 良田 房舍 不计其数 他又会持家 又会做生意 因此家业越来越大 林园外到四十多岁 才有了一个儿子 取名林涛 千般顺从 万般疼爱 但凡儿子想要的 都尽量满足他 那林涛从小锦衣一时的长大 就养成了奢侈的性子 喜欢的东西 数十倍的买回来 不喜欢了 立刻就能丢开手 气如碧驴 渐渐长大 更是常常把珍宝当瓦砾 随意抛废 只求自己高兴 任意妄为 林园外见儿子有些不像样 才下定决心要管 可是已经不太管得住了 林园外还常常江江青山的事 说给林涛听 在林涛面前 夸奖萧青山之恩图报 不贪钱财 自持其力 有志气 有骨气 让林涛多与萧青山这样有德性的人往来 林涛听了这话 非常不屑一顾 他心想 我结交的 一向都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 怎么能跟一个在码头上 卖吃食的侨夫来往呢 于是并不把林园外的话放在心上 依旧每天呼朋唤友 花天酒地 过了几年 林园外去世了 家业由儿子林涛继承 林园外在时 多少还能约束一二 又有他管着家中生意 账目 每年都有镜像 即使林涛肆意挥霍 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还能撑得住 但是等林园外一死 林涛就没了约束 挥霍起来更加无度 林涛为了吃一道茄羹 能花十几只鸡去配 为了喜欢的物件 加价十倍 百倍也要买下来 没钱花了 就将良田建卖了 该收一千两的 他只收了六百两 他又不懂经营生意 全由着底下人做主 导致铺子里的那些管事的 各个中宝私囊 将一个个生财的金铺 都变成了空壳子 有一次 萧青山又来林家后院送柴 那后院有一条河流通到外面 萧青山远远看到 那河里白茫茫一片 飘着许多成片或者颗粒的白物 走近了一看 竟然是盖开了的白米饭 还有银儿等物 这些食物别说是贫穷人家 就算是一般的富户 也是好东西 可是在林府里 却是大把大把的丢弃了 萧青山见了 十分的痛心 就来到林涛面前 苦心劝他 林少爷 当初林园外苦心经营几十年 才攒下这样的家业 你这样铺张浪费 奢靡无度 林园外知道了 怎么安心呢 况且你如此花费 就算是金山银山也有用尽的一天 到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还是应该只冷起来 好好打理祖产 才不至于坐吃山空啊 林涛原本就不大喜欢他 林园外死后 别人对林涛 有一项只有奉承没有批评的 如今却听到这萧青山 竟然敢如此对他说话 更加不高兴 于是立刻让人过来 赶了林涛出去 并且让他以后都不用再来了 过了几天 却又听下人来报 说萧青山求见 林涛不见他 萧青山就苦手在门外 过了大半个月 终于把林涛给蹲到了 萧青山正想开口 林涛白手说道 如果是不入耳的话 你就不用说了 如今林家是我当家 你算什么人物 竟然也敢来指手画脚 以前是看在我爹份上 不跟你计较 可你再有下次 我就让人打你出去 绝不留情 谁知萧青山却说道 小人不是来劝林少爷的 小人是想说 后院那些食物 白白倾倒了可惜 既然是少爷您不入眼的 不如少爷您发个慈悲 让小人收了去 就按外面收的价钱 小人给钱就是 林涛一听 心想 我父亲一向还说你不贪钱财 现在看来不过是孤名钓鱼 在我跟钱装模作样 见没有效果了 如今就舔着脸凑上钱 连少水也要 想到这里哈哈大笑 大手一挥说道 少水而已 我林家还在护你那几个钱 给我家下人擦鞋都不够的 就找你了吧 说着大摇大摆的离开了 从此 萧青山每天都来林家 收青岛的食物 收回去后 将那些大白米饭用水清洗干净了 用筛子筛一遍 然后晒干了 再放到锅里 汤成一块一块的米饼 放到地窖里储存 以及那些银耳 蔬菜都洗干净了 晒成菜干 用一点盐机了 都装进大缸里 然后放到地窖里存放 没多久 就放满了一整个地窖 有好事者听说了 萧青山每天来林家收哨水的事 就四处散播谣言 说萧青山夫妻俩 在码头开的那个吃食摊子 为什么吃食卖那么便宜 味道又好 其实是用从林家收的剩饭剩菜做的 那林家是县里数一数二的大户 林少爷吃一顿饭 要花几十两银子 请的是皇宫里退下来的浴厨 用的是顶级的食材 能不好吃吗 大家一听 原来自己吃的是林家的哨水 虽然都是贫苦人家 也觉得被欺骗了 丢了面子 于是就都不来萧家吃食摊了 萧家夫妇连开了半个月没有生意 只好将摊子收了 依旧回家种地卖柴 但是萧青山依然隔几天就去林家收哨水 妻子前世就问萧青山 相公 你将林家的哨水都收回来坐身 又让我把他们洗干净了晒干 从早忙到晚 是做何用呢 别人都怀疑我们家拿哨水来卖钱 害得咱们生意也做不成了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也告诉我一声 我猜踏实 萧青山听了这话 叹一口气 就对前世说 不瞒你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 梦到林园外来找我 跟我说林少爷这样下去 终究有一天是要败落的 弄得不好 连性命也不保 林园外就让我 把林家丢弃的饭菜都拖回来 晒干储存 他说以后自然有用 我醒来后 觉得这梦做得有鼻子有眼的 十分周密详细 我就按照梦里林园外说的做了 以后要是能靠这些 就林少爷一命自然是好 就是不能 以后遇到个灾年荒年 这些干粮也能保咱们不饿死 前世听后 也觉得这梦古怪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应验了 于是此后更加细心处理 剩饭剩菜 不理会别人说什么 再说那林涛 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久了 也觉得无趣 就想去做官 但是他从来不肯下苦工读书 林园外在世的时候 就是按着他头读书 也只考了个童生 连秀才都不曾中 如今想做官 又怎么有门路 林涛却想 我那死去的爹 从前逼着我做学问 只知道骂我 说我这辈子都考不中秀才 更别提做官光要门没了 可是他哪里知道 这事常就没有前半不成的事 我倒要让他看看 我是怎样为林家改换门庭 林涛脑子活泛 于是花三百两银子捐了一个健身 可以直接入场参加相试 又寻了一个有才学的评价子弟 身形与他有七八分相 取了一千两的蟹银 让那人穿上他的衣服 打扮成他的模样 去带他考乡试 如果考中 还有重蟹 到了那天 那人穿上林涛的零螺衣裳 又寻了变系法的 给他脸上装扮一番 乍一看 还真是林涛的模样 那人列队进去 过了检查 彭卷归号 待在考社里做了文章 几天过后 早早地交卷出去 别的考生们各个心思都在考试上 也没人仔细观察他 兼考的学道又不认得真正的林涛 于是竟然就这么瞒过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 乡试放榜 果然中了举人 林涛高兴不已 又四处活动 在本地受了主部的职位 监管粮仓和账目 林涛豪富 手又一向松 在县衙里 隔三差五就请同僚和下属们吃饭 愿意和他交好的他都重重地谢人家 送的礼物 少得几十两 多得上百两 超过大家几年的薪水都不值 因此大家都抢着奉承他 林涛在县衙里混得如鱼得水 只觉得做官也没什么难的 每天去衙门 正是不做 一应交给手底下的人 而他就是拉着人吃喝玩乐 别人也乐得占便宜 却不想到了年终 县令让他对账 才发现树木竟然大大的不对 开了库房 竟然少了数千两银子 原来是底下人知道他糊涂 从来不正经管事物 于是火铜贼人到了数千的观银 加上账上的缺漏 加起来竟然有上万两 先令大怒 命林涛将缺的银子都不上来 不然就要将他发配西南 林涛想不到做了个主步 反而惹上这个灾祸 心里暗暗叫苦 连忙回家筹错银两 回家才发现账上的现银 也只有两千多两 凑不起现银 林涛就只好变卖田地和铺子 家里管家抱上来 才知道田地基本上都被他之前变卖了 铺子也是年年亏空 只有往里填银子的 没有多赚出来的 许多早就入不敷出 欠了外面许多银钱 要拿铺子去底亏空 林涛大怒 要拿底下人士问 没想到那些人早听了风声 卷了银子跑了 最后没办法 东拼西凑 将家业都抵干净了 才凑足了一万两银子的缺漏 又过了半年 当地突然发了蝗灾 田地颗粒无收 百姓们快要饿死 就都涌到县里来 求牙们开仓放粮 先令命人开了粮仓 这才发现 东仓西仓里 全都是已经发了煤 长了牙的尘粮 南仓北仓里 上面浅浅一层是粮食 底下净大多是瓦力 石块和稻草 粮库里的粮食 十只去其八 哪里够拿来救济百姓的呢 主不一职 想来就是管当地的钱粮 户籍 因此这是又在林涛身上 先令又惊又怒 捉了林涛来问 林涛却是一无所知 原来是下面守粮仓的雨粒 早将粮仓中的粮食偷偷变卖了 换成潮湿的坏粮 瓦力和砖块 稻草 林涛只顾享乐 哪里知道这些 先令七个扬岛 将林涛打了八十板子 关进牢里 等事情完后 就要将他问罪 萧青山听说了这事 连忙去求见先令 将自己有存粮的事说了 又请先令明察秋毫 那林涛失职不假 但绝对不会是他卖了粮仓里的粮食 先令也知道 林涛肯定不是偷卖粮食之人 只是他做事实在离谱 如今赈灾的事又在这里 只能拿他去顶替 粮库的事情不解决 林涛八成是要被砍头的 如今听萧青山说有粮 十分高兴 于是答应他 如果能解了燃煤之急 可以将林涛从轻发落 于是萧青山就将这么多年来 储存的干粮拿了出来 一户户的发了下去 百姓们得了干粮 回去将干粮用水浸泡 放到锅里去蒸 喷香扑鼻 十分好吃 因为这些干粮而活下来的人 起码有数千人 后来有外地的商队运了粮食来县里 县里的饥荒就慢慢的解决了 县令将林涛放了出来 但是网上面奏报后 消了他所有公民 让他回归白身 变成一介平民 林涛知道是萧青山救了自己后 十分羞愧 他找到萧青山 流泪说道 当初不曾听你之言 才落到如此地步 我真是愧对林氏一族 如果不是你搭救 我哪里还有命在呢 如今我一贫如洗 这是我自己导致的恶果 萧青山连忙安慰他 林少爷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当初林园外也是白手起家 你是他的儿子 虎父无犬子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林涛又问 只是我心里有疑问 你只是普通乡野人家 怎么能拿出那么多粮食 救了县里的百姓呢 萧青山就将自己当年的梦境说了 又将自己多年来 收集林家剩饭剩菜后怎么处理 怎么保存的事说了 林涛听了 感叹不已 对萧青山说道 没想到父亲已经去世 却还记挂着我 我真是不笑啊 当年的我实在是愚蠢 还以为你是贪图那点少水的利益 心里还瞧不起你 没想到 却是那些少水救了我一命 萧青山又劝他重任旗鼓 去做生意 又拿出自己多年来积攒的一百两 给他做本钱 林涛从此洗心革面 脚踏实地地做生意 没想到他读书没有名堂 却是个天生的生意人 只是以前仗着家资丰厚 不愿意劳心劳力去管 如今发奋图强 两年后就攒下了上千两的家资 虽然和以前的林家不能比 但这毕竟是靠他自己的双手挣出来的 他还年轻 以后还大有可为 后来 林涛向萧青山求娶了他的女儿安娘为妻 萧青山变成了他的老丈人 一家人和和睦睦 幸福地过了一生 后语 俗话说三穷三富国到老 十年兴败多少人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富贵 也没有挥霍不完的财富 富一代和富二代的最大区别 就是在于人的品质 认识是完全不同的 富一代有钱 但都是自己辛苦打拼来的 知道钱财来之不易 而一些败家子的子孙 往往再多的钱 也能很快就糟蹋干净 又倒是赚钱好比真挑泥 花钱便如水冲沙 一个大手大脚乱花钱的人 绝对不能称之为大方 林涛就是个典型的二世祖 还有些小聪明 但最终被他完全瞧不上的穷人 救了一命 才终于明白过来 但若非他父亲之余德 一般人到了绝路上 怕也小命都难保啊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